泰雅四季青年庄家俊摄影展开展了 族人用歌舞庆贺像办喜事一样热闹 限职为军人的庄家俊是利用休假期间 拿着他最爱的相机 四处记录着部落的山林人文生活 这次受大同乡公所邀请在泰雅生活馆举办各展圆梦 我知道他会照相的时候是在去年我们有一个活动 就有一个摄影比赛 他是托英哲他得了奖 我才知道他会照相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 我跟馆长就说原来我们四季的人 我们大同四季的人有这样的人才 那我们就开始筹划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会 或者是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他的这个作品 展现出来的话那该多好 因为我们探讨我们乡内 很多年轻人都不走无话 都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 所以我们圈圈的就是这一块 所以刚好我们这个生活馆呢 每一年他都会有一个特展活动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家俊啊 他既然有这个天分呢 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呢 让他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此次展出的照片可以欣赏大自然美景 也可以看到部落族人真实自然的一面 更可以一窥热爱部落生活的青年族人 透过摄影讲述人生故事 想当初我刚拿起相机的时候 很茫然自己要拍什么 要以什么为主题 要像其他人一样去追求热门的风景吗 不 不行 因为有时候休假时间太短了 加上家里的农作物 家人需要帮忙 直到我在脸书发现了 过去世纪发展协会拍摄的照片 看见小时候的自己 我忽然就醒悟了 好像可以与我们部落为主题 拍摄在地的人文 季节性植物及风景 我这个人比较害羞 几年田 所以我拍摄人文的部分 都是以我的家人 亲戚和朋友们为主 而季节性风景 季节性植物及风景 是我拿着相机一个人去拍摄的 现在展览中的作品有 《远乐下的故乡》 还有《嘴杀烟火》 都受到部落在地及在外军营的肯定 让我更加决心地说 在地摄影的决心 四季部落位于蓝阳西上游 右岸的山腹上 海拔约800公尺 因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因此称为四季 庄家俊用摄影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展期到8月3号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黄筑和采访报道 休息我的身份 柳筑和采访报道